為了讓居民瞭解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的 政運反自治法草案內容 行政院委員會前往蘭嶼鄉公所邀請各部落代表領袖 召開說明會 由現任行政院委員會的亞美族群委員廖板甲主持 會議上有講師逐條解說自治法草案條文 並且聽取民眾對於草案的意見 有人認為自治區政府一旦成立 就沒有設置鄉公所的必要 不過就算在全鄉只有達悟族人的蘭嶼鄉 行政院委員民會還是強調必須遵循空間合一的原則 保留鄉公所也還要設置自治區政府 自治政府跟我們蘭嶼鄉公所 都是在這個蘭嶼鄉 他們的空間是怎麼劃分 領域 傳統領域怎麼劃分 它是一個空間合一的 譬如我們有沒有聽過花東縱管處 跟東部管理處 它的空間都是一樣的 前任鄉長周桂光澤 擔心如果依照現行行政院的原住民族自治法版本 未來成立自治區後 居民不論是上山砍財 或下海抓魚是否都要依法向自治區政府申請 憂心會影響居民目前的生活 不過行政院委員民會要打無族人不用擔心 以後我們自己成立我們有一個立法機關 所以可以自己決定 醫護有幾支 然後會是去山上 只要在我們這個全部都是傳統領域 亞美族的傳統領域 所以只要在我們的傳統領域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只要是非營利行為 就是不要做買賣 另外有居民表示 十四族各有不同生活習俗 蘭嶼也有特殊的人文現況 行政院版的自治法草案 無法完全符合每一族需求 這次行政院委員會前往蘭嶼舉辦自治說明會 居民反而要求行政院委員會 應該儘快再派代表前往蘭嶼 要求政府要與當地居民進行 至少二到三次的討論 並針對現況修正 現在行政院的版本 才能條列出適合蘭嶼的自治法 不過國民黨團已經立促要在這個會期 讓自治法三讀